简直连畜生都不如 大家听说的吗 在二一 简直连畜生都不如 大家有听说吗 河北唐山一对夫妻 因为离婚都有了各自的家庭 留下两孩子 无处可去 儿子今年19岁 女儿17岁 没有办法呀 哥哥只能带着妹妹去租房住 因为交不起学费 哥哥就辍学出去打工 供妹妹上学 兄弟俩就这样相依为命了 可是妹妹在学校 竟然被老师强行侮辱了 还威胁妹妹不能说出去 你要是敢把这个事情说出去 我就停了你的学业 可是没有骨头锋的墙啊 这事呢让哥哥给知道了 愤怒之下 哥哥把老师告上了法庭 可是老师因为人脉关系比较硬啊 只是拘留半月 妹妹也不甘心受这种侮辱 想不开就投合自杀了 哥哥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妹妹已经不在了 一怒之下 哥哥把老师全家都给杀了 真是解了老百姓的心头之恨啊 就得让这种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你们认为哥哥做的有错吗 母亲得到他 可,阿兰